它是一個白色的石頭 然後這個石頭是就是 這個我記得我是在Miknos 島買的 然後Miknos 也是我們第一個去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凡不平凡的瘋店少女 我已經不知道幾個月沒有坐在鏡頭前面好好跟你們拍片了 上一個月學校放假嘛 然後我們就去歐洲玩去了 義大利希臘 上個學期就很忙 所以都在拍vlog 都沒有好好坐在鏡頭前面拍影片 每一次出國玩回來 的下一支影片是什麼 就是戰利品開箱 這次去歐洲真的 買的有一點多 但是也沒有上一次去韓國買的那麼多 因為韓國真的太好買了 我就是很愛買衣服嘛 歐洲他們的很多服飾店的尺寸 或是它的版型剪裁不太適合亞洲人的身形 所以很多衣服其實我很喜歡 但是我沒有辦法穿 對 但是我還是有挑到一些我真的很喜歡的衣服 還有一些小東西小飾品之類的 那就很想要 因為這次我覺得我挖到蠻多包 然後我也都有很謹慎的購買 我覺得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那我們先來開箱 嗯 就是物品類的衣服 最後再開好了 首先第一個是這一個 這好像是我在 梵蒂岡博物館買的一個眼鏡盒 因為我的眼鏡盒其實已經壞很久了 之前就有在網路上隨便買 可是隨便買 我又沒兩個禮拜它又壞了 所以我就想要 就一直很想要找一個眼鏡盒 可是我又不想要再在網路上面亂亂買 不然 買回來的顏色一下就壞了 所以我這次在 梵蒂岡博物館 看到它有遮疊眼鏡盒 我就想說 直接長得還蠻漂亮 然後蠻有質感的就買了 然後它有這個 梵蒂岡博物館的logo 然後是大理石的 它的表面材質是有一點那種 擠皮絨布的感覺 然後它可以這樣子折起來 你沒有放眼鏡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 收的很小扁扁的 把我的眼鏡放進來 眼鏡布 封眼鏡 我眼鏡又有新家了 其實我也有一點忘記 我到底買了些什麼 因為我去 我現在是在開箱義大利買的東西 啊我在義大利 已經是一個月前的事了 再來呢是這一袋 這一袋是我在 梵蒂岡買的 然後是路上經過一個那種 就是賣紀念品的小攤販 然後我就覺得 它路邊賣的紀念品 跟它店家裡面賣的紀念品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價格也都合理 所以我就 在那個小攤子逛了蠻久 然後挑了一些紀念品買回來 就蠻特別的一些紀念品 我覺得梵蒂岡那邊的紀念品 都做得還不錯 但是義大利 我沒有看到什麼紀念品店 所以在義大利 其實我沒有買什麼 我買了一條粉色的絲巾 我最近真的瘋狂愛上粉色 我雖然是在梵蒂岡買的 可是它上面的這個印花是 羅馬競技場 冬天的時候你就可以這樣圍著 那夏天的話呢 你就可以可能穿一個吊帶 然後把它當披肩這樣子 當一個罩衫 邊邊這邊還有做抽搐 可是我已經忘記它多少錢了 反正不貴 就是大概一兩百塊吧 再來呢我買了一個杯子 這個杯子真的超級漂亮 是不是超漂亮 它也是羅馬競技場 然後它這個羅馬競技場是立體的 很有質感 然後它整個杯子是做那種 石頭的紋理石頭的質感 我記得好像4塊歐元吧 100多塊台幣 然後在同一個攤位我還買了一個 帆布袋 它上面也是印羅馬競技場 為什麼我要這麼多羅馬競技場啊 我真的很喜歡羅馬競技場 我真的超級喜歡羅馬競技場 我可以直接睡在那個羅馬競技場裡面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它的帆布袋 不過這個材質沒有很好 它是蠻硬的那種有點塑膠塑膠的 再來我來分享一下 我們買的一些飾品好了 這些飾品都是在希臘買的 這個 我在希臘買的第一個東西 我印象中 它是一個白色的石頭 然後這個石頭是就是 這個我記得我是在Miknos島買的 然後Miknos也是我們第一個去的島 欸它不是石頭啦 它是貝殼啦 上面就有一個小小點綴 是一個希臘他們最有名的眼睛 因為他們有很多很多飾品都是這種 以這個眼睛為元素下去設計 但是我就覺得這一條就是很特別的特別 很多都是重複的 但這一條完全沒有看到任何一間店有在賣 然後再來呢 我們還買了耳環 火山石的耳環 這一副耳環是我們在Santorini買的 那Santorini它就是火山島嘛 所以它當然有很多的火山石 我們在逛Santorini的Fira的那個城的時候 就亂穿穿到的一間小店 真的很可愛的一間小店 然後再來是兩條手鏈 他們那邊也很多這種小手鏈 然後就是會加一些眼睛的元素 我也有買好幾條是帶回來送給我朋友 我們去那邊也有買蜂蜜 然後這是我們在買蜂蜜的一間店 然後老闆娘送我的一個粉色的眼睛 然後這一條是我自己買的 很漂亮對不對 你們看這個藍真的 然後呢它這個中間是一個貝殼底 然後上面也有一個眼睛 我真的覺得這種小飾品真的是小點綴 但是這種飾品就是點睛之筆 好再來下一個的話呢 是一張明信片 我現在不管去哪一個國家 去日本去泰國去韓國 這種我就不會買明信片 因為太常去而且很近 像去歐洲啊 或者是去比較遠 然後我們比較少機會可以去的地方 我就一定會買明信片 對然後那時候我其實 就我在義大利的時候一直在找明信片 可是都沒有看到喜歡的 這好像是在雅典吧 就是已經我們形成的尾聲了 然後我就看到這一張 我就覺得哇太漂亮了 就決定是它了 然後我記得它是2塊歐元 70塊台幣左右 這袋小袋是 我送給媽媽生日禮物 它是12月生日 然後去年我們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一直叫它挑禮物 可是它就一直沒有看到說 它自己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很想買的東西 所以我就說好沒關係 那扣膽你就留著 我們到PALOS的時候 也是其中一個島 它就很多小店 我覺得PALOS蠻好逛的 因為它很多小中設計師的店 然後每一款設計都很特別 不管是衣服還是飾品 媽媽就看到這個 她就說她真的超級喜歡我 一開始我先看到 我就叫媽媽來看 因為我覺得這是她會喜歡的Style 她來看之後她也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就說那你這就送你當生日禮物這樣 那它是一對耳環配一個手環 很漂亮 這個設計師設計的東西都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它的金跟那個綠 搭起來很漂亮 然後手環是這樣子 因為媽媽的手環其實不好買 因為它的手腕太細了 我也是 但媽媽的比我還要細 所以它的手環手鍊其實都很難挑 那這個它是可以自由調節它的大小的 所以就很適合 它這個金屬的金是 原本這個金屬的顏色 它不是在漆上去的 真的很特別 然後我記得這樣子 耳環加這個手環 2500到2800左右 然後全部都是手工製作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貴 我覺得是有點挖到寶啦 好 再來就是衣服了 先開箱我在義大利買的好了 一個咖啡色珍珠開箱 這是我們在Vintage店買的 我跟你們說去歐洲 一定要去逛Vintage店 因為他們的Vintage真的太好逛了 要很認真很認真地逛 然後每一件看每一件事 很容易挖到寶 真的 這個是我覺得蠻中規中矩的一件開箱 但是我很喜歡它的顏色跟設計 我覺得搭百折群或什麼的 就會超級學院風 因為Vintage店很多都是大牌子 或是有牌子的 但這個牌子我是沒有看過 我認識的牌子其實很少 但是他們應該是二手的 所以都會很便宜 就是便宜到你無法想像的那種 這件我不確定多好 但是大概三四百塊歐元而已吧 再來呢我在同一間Vintage店 還買了一件皮衣 這件皮外套 它真的很好看 我們真的去歐洲本來以為 那邊會很熱 結果NO 早上晚上都是要穿到羽絨外套的程度 甚至穿到羽絨外套還會冷 我真的很慶幸我在義大利的第二天吧 就買了這件皮衣 不然我後面一個月 我都不知道我要怎麼活下去 它裡面是刷毛的 很毛很毛的 毛 然後它是Super Dry Super Dry 然後這個皮質感也是非常的好 很軟但是又挺 這件大概兩千塊台幣左右 真的很便宜 我在義大利的時候有去逛Brandy Marvel 因為其實我真的想要逛Brandy Marvel很久了 台灣又一直不開Brandy Marvel的門市 然後之前原本去新加坡要逛 結果我去新加坡的時候 那裡的Brandy Marvel已經倒了 我就是跟Brandy Marvel很沒有緣 然後呢我們就 這次去義大利 終於有Brandy Marvel給我逛 我就在Brandy Marvel裡面逛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吧 但是 它的價格真的有一點超乎我的預期 我本來以為Brandy Marvel 他們就是這種小背心小吊帶 大概三四百塊左右 結果這一件好像要 我記得它18塊歐元 大概6 18塊歐元是多少 反正不便宜就對了啦 就是比我預期的價格貴很多 然後我原本大概試了十幾件 我有喜歡很多 可是真的太貴了 我最後就買了兩件而已 一件就是這個粉色的蕾絲邊吊帶 然後 這種就是搭內搭真的非常的好看 然後你夏天穿這一件 下面再隨便搭一個低腰牛仔褲 就是超級美式休閒 另外一件我買了一個 夏生的蛋糕裙 這個裙子也是帶起一個風波 所以我就想買一件Brandy Marvel的這個裙子 垂綴感很不錯 是有一點米白色不是完全死白的 可是我自己比較不喜歡 它這個腰帶的設計 因為它是做窄的 放窄的這種看起來就會比較像 內搭一點 比較喜歡寬一點的腰帶 可是這一件一千塊台幣左右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貴 不管是品質還是材質還是剪材 還是它的設計都沒有好到 需要花一千塊去買它 我覺得在H&M大概三四百塊 就可以買到一件 最後就還是堂鞋買它 這兩件我買了一千七百塊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太貴了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去逛逛看啦 好 再來的衣服 我都不太記得我是在哪裡買的了 所以我們就隨便開箱吧 首先是一個套裝 粉色套裝 一個粉色的襯衫 加上一個粉色的褲子 休閒褲 整套穿起來超級舒服 然後這個粉很可愛 然後我是在一間 有一點像選品店 它裡面有各式各樣的牌子的衣服 然後這是一個法國的牌子 然後它這個襯衫的材質也很好 是綿毛 然後垂緻感也很好 我在歐洲的時候也穿了它不少次 這個褲子穿起來也是很舒服 長度也不會說太長 所以你整體穿起來不會感覺很鬆垮 反正就是喜歡舒服 然後這兩件也可以分開搭 這一套的價格大概兩千塊左右 很值得真的很值得 再來分享兩件洋裝是在同一間店買的 這件洋裝超可愛 再來我這趟旅程最後的時候 在雅典我有穿它 然後去逛那個衛城 這超可愛 你們不覺得這就超級稀爛 然後超級那種波西米亞風 可是它的設計又很簡約 然後這個剪裁又非常符合我的身形 它是坐地裡有一點深V的 顯得你的脖子很瘦 這個袖口這邊也是做蠻大的 也不會卡到你的肩膜 然後群長的話大概在我的膝蓋上 所以不會太短 但是我就是需要穿一下安全褲的長度 然後材質是很輕很薄的那種綿麻 就覺得好舒服喔 然後它上面這個藍色的圖騰也好可愛 它雖然是沒有做收藥的設計 但是它前面有做這個 兩條直條紋的設計 所以就會讓你整個視覺是這樣直直瘦瘦的下來 有沒有這兩條線 你整個穿起來的那個視覺效果就會差很多了 然後那時候我是一直在糾結 買這一件還是買另外這一件 因為兩件真的都很好看都很特別 所以最後就還是都買了 另外一件是這個 也是一個超級無敵波西米亞風 很希拉度假風的一個感覺 然後我也是在最後雅典的時候有穿它好像 但這個風格跟剛剛那一件完全不一樣 它是走一個藏青色 我覺得有一點西藏的感覺 林口這邊跟裙擺這邊都是有做紅色的滾邊 然後藍色加紅色這個撞色就超級無敵好看 林口這邊除了有做紅色滾邊之外還有做這個金色的亮片 裙子的話是做這種碰碰裙 是挺的碰不會那種塌塌垂垂軟的那種感覺 袖口這邊有做縮口 我覺得它這一間店的設計小巧思還蠻多 不過這一件的版型剪裁就是比較複雜一點 然後這邊是有做收窯的 整個穿起來會我覺得蠻公主的耶 有一點像那種大草原的那種部落公主的感覺 這也是希臘的小眾設計師設計的衣服 再來是我們在Santorini的Fira那個城的一間 應該也是當地的一個小牌子的店這一間 然後我們就走進去逛 因為我覺得我看到它門口的衣服蠻符合我平常的Style 本來想說那應該會很貴 結果一走進去看價格超便宜 這一件T恤9塊歐元大概200多塊台幣 然後它的版型很好 它是一個短板 然後會剛好卡在我的骨盆這邊左右 長度是蠻剛好不會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同一間店我們還買了一件褲子 這個也是一個休閒的褲子 好喜歡穿這種褲子好舒服 它的價格是13塊歐元 好我真的不會算 碳灰色的水洗運動棉褲 因為很長這種運動褲啊 這個褲長都會坐很長 可能坐到膝蓋上一點點 那就會顯得比例很差 但是這個不會 這個它是坐在我的大腿一半左右 喔 我在雅典的一間Vintage店買的裙子 這樣子的一件迷你裙 然後它是有點那種很深很深的 墨綠色跟脹青藍色的格子 裙擺是有一點微白折的 但它裡面是沒有安全褲的 就自己在穿安全褲 這個我穿是還有一點鬆 喔 對我跟你們講 你們去逛Vintage店真的就要試 因為如果你有喜歡的款式 然後呢舒服的材質 那你就尺寸是你的 它就是你的了 它的材質的話是有一點點毛泥感的西裝面料嘛 但是就是這是我夏天可以穿得住的 再來呢也是我們在雅典 它的一個逛街的區域 有一點點像雅典的信義區的感覺 然後我們在那邊就逛了很多店 我們逛了一間這個 STAR STAR STRA STRADIVIRUS STRADIVIRUS 它是MADE IN TURKEY的土耳其的 我買了一件T恤是10塊歐元 是350左右 材質很不錯然後版型也很不錯 顏色是這種有一點米色的 反正就是蠻簡單的一件T恤 然後在同一間店我們還買了 另外兩件衣服 這兩件是一樣的 一個是藍色的這種燙金的 鐵花 這一個是燙銀的 然後那時候一直在酒精要買哪一個 可是因為媽媽穿燙銀的比較好看 我穿燙... 藍的比較好看 所以呢我們就決定都買 然後它的價格 欸這個洗了 不知道價格多少 但反正也是不貴啦 喔喔喔 等一下 我要先講這一件毛衣 也是救了我的命 因為真的很冷 我們還去騎那個越野車什麼的 我真的如果沒有這個毛衣 我應該也會死掉 對那時候慶幸有買一件這個毛衣 這個是在一開始最開始的 Mikno Style買的 它是那種純羊毛的毛衣 超級舒服 水感很好 然後彈性超級無敵 但它是有點珊瑚粉的感覺 大概1000塊台幣 但材質真的很好很舒服 再來呢是我們在雅典的H&M買的衣服 因為媽媽那時候經過H&M 她就說你要不要進去看看歐洲的H&M 在賣什麼東西 我就說好那就進去逛逛 結果我們一進去你們知道嗎 我是完全被它的裝潢給吸引 它整個柱子什麼的都是用雕像 那個好像一個博物館 就真的不覺得自己在逛衣服 好首先我一進H&M我就看到這一件 粉色運動褲 我真的覺得好可愛喔 然後它在打折是8塊錢 300塊左右吧 反正我就沒有辦法抵抗粉色 我就看到粉色我就會被它吸引過去 版型也很好 看起來腿很長然後很瘦這樣 不過像有的運動褲很挺 它會這樣 其實我們還有買一件長褲 是在另外一間店買的 但是它好像在衣櫃裡 我等一下再去拿 H&M我還買了一件這個褲子 就是今年很流行的這種韓系休閒褲 然後它是綿麻的材質 好舒服喔 我拿的是S號 然後它最小的是S號 可是我穿起來還是有一點太長 可是我就真的很喜歡 板型也很好 就是屁股那邊完全不會很寬大 但是又有那種休閒慵懶的感覺 它的材質是完全我可以頂得住 30度的大夏天大太陽 價格的話是700塊台幣 下一件是一個打折中的牛仔長褲 它好像是10塊歐元吧 350塊台幣一件牛仔長褲 均綠色很漂亮然後是高腰的 底下是闊腿的 穿起來板型很好 然後它在打折 我就想說怎麼會這麼便宜 我就買了它 再來呢 是我在雅典的國立博物館 買的紀念梯 它博物館賣的紀念梯超好看的 它胸前這邊就是一堆 我看不懂的希臘文 但是就很好看 你們不覺得嗎 就是一看就是 喔希臘來的 大概700塊台幣吧 我覺得在那種紀念品店 買到一件700塊的紀念梯 好像也還好 好然後我剛剛發現 我還有一個東西沒開 我們在某一個島的時候 買了一個包包 它是這種草編的包包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 它也有拉鍊 所以很方便 是有混彩色的布在裡面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會蠻活潑 它這就是有點綴 然後有設計的 就五彩繽紛 我覺得很可愛 很適合被去度假 然後在同一間店 我們還買了一個這個吊飾 好像50塊歐元 1000多 好我要下去拿 我忘記拿上來的衣服 好 最後兩件了 這兩件呢 是在同一間店買的 然後在這一間店 我們花了 7000塊吧 我真的超級驚訝 媽媽那時候會下重本 買這兩件衣服 可是因為真的很好看 很特別 然後也是那邊的設計師 喔我們買7000塊已經是打 有對折嗎 對好像已經打對折了喔 不然原價要14000耶 但我真的覺得有挖到寶 我們買了一件這個粉色的長褲運動褲 可是它比我剛買的這一件短褲要再更粉一點 對比一下 下面是做縮口的設計 整個版型也是很好看 就是它是直筒的 就買了這一件 這件好像30塊歐元 這件不貴 這件1000塊左右 貴的是這一件洋裝 這件洋裝我在Santorini的時候有穿一次 很長很長很長的洋裝 然後它下面是做有一點魚尾裙的感覺 很公主 然後這個粉也是超級無敵可愛的一個糖果粉 然後它的材質真的非常的好 它也是那種很舒服很舒服的麻 肩帶是可以自己用綁的 這種材質這麼好的衣服 是你一買可以穿個十幾年幾十年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在這去歐洲會買這麼多衣服 其實也是因為歐洲他們的衣服用料材質都非常的好 所以你一買其實都可以穿很久 可是我覺得以CP值來說是非常划算的 我們買的東西我都已經開箱完 全部開箱完 只是有一些媽媽的我沒有開箱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你們喜歡看今天的開箱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前面說我們這隻沒有買很多 但我開箱完發現其實好像還蠻多的 只是因為都是薄薄的衣服 所以摺起來感覺很小而已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